地球处在太阳系当中,作为八大行星绕太阳运转的星球之一, 其本身的作用是极大的, 但其实除了我们熟知的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天星等星球之外, 其实太阳系中还有很多个数不清的星球存在的, 其中比零星就是聚一, 这颗星球同样处在太阳系当中, 甚至离地球的距离非常的近, 可以说是跟地球最相近的一颗星球了, 所以才会取了一个名字,叫做比零星,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, 人们并没有发现这颗星球的存在, 只是为何呢? 地球的附近还有着南门二三核心, 比零星也被称作其中之一, 这颗星球的质量非常大, 是地球的四万倍,按理说应该很好找到的, 但是天文学家和科学家在研究太阳系的很多年里, 愣是没有发现这颗星球的踪影,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, 比零星虽然质量大, 可是相比较太阳来说, 质量就显得非常小了, 太阳的质量是地球的三十三万倍, 那么比比零星也是大上很多倍的, 太阳光又极其的强烈, 比零星本身又不会发出太大的光, 这两者一比较, 比零星就像隐身了一样, 隐藏在了太阳的观照之后, 比人类的视觉, 就很难发现这颗星球的存在, 人类只能够看到六等星, 而比零星的星等拿到了15, 五等, 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视觉系统, 不仅如此, 比零星本身的光度也非常的弱, 仅仅只在4.5等星, 在观测太阳系中的星球的时候, 直接就跳过了比零星, 将目光投在了木星, 最星等星球身上, 所以人类才这么晚才发现了这颗星球, 虽然发现的比较晚, 但由于这颗星球跟地球的距离非常的近, 也就是让太阳运转的环境轨迹也非常的近, 科学家们就在猜想, 会不会比零星也非常适合人类之助呢? 未来的科学家们, 可能会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星球,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 News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